如果孩子不聽話,第一方面是我怎樣不被他影響,以致我發怒。 因為如果孩子不聽話,很多父母就發怒,說錯話, 你沒有做什麼,你沒有做什麼,就說的話都很發怒,不能感受他。 所以首先不被他影響,他不聽話是他的問題,所以他是我的兒女,我不被他影響。 然後第二步,怎樣幫助他? 怎樣幫助他?孩子的確是很難幫助的。 第一是我們平穩、安靜,更容易幫助他。 讓他用恩典一線寶貴,神愛你,常常讓他知道神的美善。 如果他信主的話,如果他沒有信主,你會需要讓他知道神的美善。 你也在家中的生活是充滿平安喜樂,他看到你的樣子,就更容易被耶穌影響。 而且你可以帶他來,我為他祷告。 經濟聖靈奉獻祝信的耶穌。 剛才有一個少年人,祷告祝信的耶穌。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不被他影響,然後求神給我們這個智慧。 兩個是不同的。 一方面是怎樣不被他影響,第二部分是怎樣改變他。 這個有些時候很難,有些時候你整天做也改變不良。 因為他不聽話。 不聽話,你做什麼他都不敢。 但你可以做什麼呢? 你越不被他影響,越關心他、愛他、引導他、讓他知道他很寶貴,就有機會改變他。 但起碼我們可以不被影響。 他聽不聽話,也許他是另外一個人。 很多同工的情況也是這樣。 不被他影響,這是第一步。 第二步是怎樣改變這個人,這個是第二步。 有沒有其他的提問呢? 怎樣應用出來? 你有沒有想到有些人很難搖樹,不能搖樹,很難處理? 你明白這個方法嗎? 這是基本上,垃圾不要吃。 你吃不吃垃圾呢? 你喜歡吃垃圾嗎? 但很多人是這樣,用另外一個比喻。 如果有人在那些糞土,倒在你身上,你會馬上怎樣做? 你會跑開,是不是? 然後你回家,會怎麼樣? 換衣服,洗乾淨,是不是? 你會不會每一天都不洗,然後每一天就問一問,聞一聞。 那麼臭人,為什麼這個人這樣做啊? 那他真不好啊? 真不好,你會不會這樣做啊? 不會,你會洗掉,是不是? 但很多人就是這樣。 衣服上的骯髒,他們會洗掉。 但人的不好的話,每一天想洗十年。 就好像衣服骯髒了,永續聞這個味道,但沒有洗乾淨。 你明白這個道理嗎? 就是,垃圾不要吃。 好東西從神來的,從原來的好東西我們就去。 如果你努力處理,我告訴你,我真的處理我裡面所有的負面。 我分享另外一個情況。 我曾經去一個地方宣教。 我問這個牧師,你們接受聖靈工作嗎? 他們說,接受。 我說你們接受,有人會可能大笑大哭嗎? 他說,接受。 有人會到這地上嗎? 接受嗎? 他說,接受。 全都接受。 好的。 這樣非常好。 我就去帶你聚會。 這個聚會非常的強烈。 很多很大的釋法。 有人大叫。 大聲的呼喊。 然後,很痛苦的。 然後,我為了祷告。 他就變為喜樂。 另外,有人很感動。 我說,你求神的愛更大感動你。 他就很大的哭。 很感動、很感動。 很大的改變。 那這個牧師過後對我說。 這麼說的話,我忘記他說什麼。 基本上他說不太接受。 我本來想說,本來你說你接受了。 為什麼說不接受? 但我覺得辯駁也沒有用。 他說,好的。 好的。 我留意。 謝謝你。 他一邊說,好的。 我就不跟他辯駁。 因為我知道,其實他不太接受。 我知道與他處理是沒有用。 因為他堅持他的看法。 所以我就放手。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? 我會分辨。 分辨了之後,我就放手。 我就放手。 不需要跟他辯駁。 但這個是,很多夫妻兩人相處。 每次這樣到對方,都不喜歡。 很快想離開。 其實淨土也有很多。 他所有做的不好,不能放手。 但其實整個婚姻就不好。 不能做好見證。 這個是魔鬼最開心的。 整個生命就不能發揮。 但如果處理。 一方先處理。 他說,他還是這樣放路。 我要處理。 我要放上我的路器。 不公平。 但我們越放路,越不公平。 但如果我說,我改比他快。 感謝主。 我比他成熟。 感謝主。 但我就不被他影響。 我慢慢祝福他。 慢慢就能夠改變他。 這樣的話,神也喜悅。 這個心態。 我這樣做,神喜悅。 我希望你們會跟著去做。 不容易的,我知道不容易的。 我去經過很多的處理。 然後,我很多次我想到某些人,都在想到他們的好。 想到他們的好。 想到他們受很多傷害,然後祝福他。 祝福他。 放鬆。 慢慢就都不被他們影響。 想到他們都很有正面的想法。 正面的感覺。 我和你一起拍照。 會和你一樣有關。 更多的想法。 如果你們都會做一些笑容, 他就能當作弄殺人。 我會感到達對你。 拿手一包子。 輪玩一天。 火爆砂。 你如果想到 Ludvus。 好危險。 我可以。 我會被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